這裏當然是爆技吸引這條龍 玩我吧 技術真的很強勁 嘩 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你連紋都不需要上 然後就去砍BOSS 是真的舒服的 又吊死了 你看Dee,我一階而已 一階都比你們大力過西絲型的技能 死了,要弱智 特殊遊戲 我也想是75魂那些粉絲 神經病 要求你卡碎 卡碎到它是賣鹹鴨蛋的 其實可以揪的 你看到我現在正在揪,揪型 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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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點 西絲型 砍吧 砍吧 這些就是戰鬥力 你看多惡君 馬上生氣 即噪 對 其實可以硬殺 可以硬屌 但我這陣子就是睡覺 隨便吧,不要想 打掉了才說 懶有型的時候已經降臨了 你看到我現在是硬屌模式 大家好 今次這條影片是講講獸神化人妖 在11月13日都正式實裝了 經歷了一輪測試之後 都告訴大家是OK的 大家都接受 因為是厲害的 算是 以昨天打這個爆絕小政態來計算 基本上它是一隻必樂的角色 因為它解決了原先沒有的 原先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打Boss要有些技巧 比如 以往的狀況 比如你拿著兔 西絲 甚至是蟲鼠 也好 你在打Boss的時候 都會有點煩惱 比如你打中Boss 都要有些技術 這樣放下 但是自從有這個人妖 受神化之後 基本上其實是沒有技術的 對 因為你爆技 就算你拿著一階直接片 的Boss 片用弱點幾多 都可能沒有了一半以上 就像這兩條片一樣 另外你會看到畫面上有兩條片 一條片就是 就是本人幾建議的 範圍陣 就是左邊那一條 另一條片 你會看到是三日人妖 三日人妖那裡 其實是為了測試 究竟三日人妖 會面對著有什麼問題 最終試完之後 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人妖底的話 基本上是 推介你回答兔 西絲 又或者是蟲鼠 這類會Q三角龍 或者Q其他小怪的蟲 因為其實最難搞的是 那堆三角龍 因為自從下人妖之後 你打Boss 是不會打不及的 但是 在輾轉之下 就會變成三角龍 是你最後的大佬 因為它是六湯 還是五湯 會爆炸即死你 OK 那你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沒有蟲鼠 那些去Q一隻怪 那你就會變得非常麻煩 就會好像 右邊那條片 打Boss戰那段時間 所以這個位置 敬請留意 另外 有一件事要特別說 就是 這個人妖最好的部分 其實除了她是QBoss之外 就是她有個褲友情爆炸 即是以往的狀況 例如你 就算下兔 即是兔以外 例如剛剛說 蟲鼠 西絲 又或者雙樂佐之座 雖然他們可能會有Q 但有些人就會失敗 但有些人就會失敗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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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敗 例如雙樂佐之座 就失敗 整件事又覺得很古怪 好像差一點點 但現在人妖基本上是 包含了那件事 亦都是把原先你缺乏的東西 帶給你 就是打Boss和皮 那也可以算是 例如你有人妖 其實也等於 你可以省掉一隻兔 即是你可以拆散 即是你沒有兔 你現在也不會特別花不到 才有人妖的話 這個就是人妖最強的地方 今次這段影片大致上小弟的龐白 就到此為止 敬請大家如果本身都想 小政太太 但之前都沒有什麼 無從入手 或者很難處理的話 其實你可以繼續看這段影片 參考一下如何打 另外還想追加一件事 就是人妖SS 人妖SS 最終經歷了測試後 就告訴大家 原來人妖的技一階和二階的攻擊力 是沒有分別的 只是1.0攻 但是 加速率和減速率是非常大分別的 暫時推算 估計 二階就好像打神邊的減速率 好像十多% 即是砍完一刀減十多% 很好切 屬於很實用的技能 這就是人妖SS 龐白解說到此為止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敬請觀看 BOSS戰的狀況 希望幫助大家 打吧 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 進去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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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